上门就像是死啊你 近点了 好 准备 3 2 1 开始 下面让我们有请翟凤 大家好 我能先暖暖场吗 你先来 位置 昨天有多少人在边停过了 位置 能举一下手啊 让他们回远点 一小半 一小半 那好 那好 回远点 不用像演戏一样 你们准备好我就开始了 那个还是太错 我特别 要站在这个位置 对他们这个 前四个人 不要老晃 三四个人 还没老睡觉 还没老睡觉 还没觉得那个地方 你四个人自己也找不到 那么老睡觉 那也可以找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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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跟他们几个人 过着睡觉 真的没有 人家亮幕呗 都睡了啊 等我讲完 我还弄了 这是人家的东西 不是这个颜色衣服 是这个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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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换衣服没换衣服 这边 OK 好 这边 来准备 再点吗 好 3 2 1 开车 大家好 我是翟峰 去年呢 我把我的工作支掉 把我的房子 车子 土地上一切东西都卖掉 带着我的妻子和孩子 八岁的女儿 一起去航海 八个月的时间 我们航行了四千海里 几乎六个国家 我之前不是一个职业的航海家 也不是一个富豪吧 我之前是 我是来自山东远州 是一个 在辞职之前 有十八年的工临的一个铁路工人 我是 今年三十六岁 在 我十七岁也参加工作了 所以说 也在工临 在我那个小城 我家里是铁路工人的家庭 老早的能参加这个工作 又撇干完 取其生子 这是一个 当时来说是一个 在我父母来说 是觉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 我是向往这个大学校园生活 但是我只能接受这个 在我要去丹尾去 要报到的那段时间 我只想得离家出走 想抗拒这个 家到我身上的这个命运 我家里非常激烈的正常 我也准备好了行李 也选好了目的地 火车票 也 火车车次也差好了 但是到了当天晚上 常常玩家里 可能也居然不住我了 我没有走 到了 因为那个时候 我想逃离这一切 我并不知道 我到了外面 我怎么能生存 怎么能在 外面是什么样的 我不知道 然后呢 我就是那种小城完美的生活吧 有个房子去骑 孩儿的女儿 然后有个汽车 到了三十岁 周围的人可能在 为了在一个党员 熬几年熬一个党员 熬一个小小的干部 我们的 叫干部 五六个人的 一个叫工长 就是说 那就是 你能 这个 在我们那儿 只能提供给你这些东西了 那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逃离 还是想逃离 但是我现在我都不知道 往哪里去 但是我现在我都不知道 我只想背包出去走一走 但是这时候阻难我的是 我的妻子了 不是我的父母了 没有家庭 孩子还小 也是有好多的矛盾了 就是整潮到了第二年 我才能去出局 去我第一次的背包旅行 在旅行之前 所以说我这个事情又拖了一年 在这一年当中呢 我做了好多准备 我有好多幻想 想着会像 武侠电影上演的呢 外面有很多奇遇 种种 结果到了外面那个世界 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 可以说是非常平淡的 一段旅行 那能听一下吗 我在背稿呢 听一下吧